電影下過雨後的彩虹最美麗 以女人為出發點 並融入布農族競技文化 在傳統跟現代的衝突下 凸顯布農族女人堅忍不拔的性格 導演葉綠綠跟台中福樂豐盛教會牧師 認為族人在都會生存不易 希望藉由這部電影 激勵族人正向思考 那我覺得我的出發點 就是要成為他們的幫助 成為他們的祝福 這樣的一個藝術 本來就是我們的生活 其實我看了這些藝術 或是這個電影 那本來就是我們每一天 所碰到的這些藝術東西 只是我們不知道怎麼表達而已 那我覺得一個家庭的完整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想要透過這個故事 故事去傳達 每個人在 人生真正的絕路 是站在原地不前進 那其實最深的黑夜 是黎明月盡的 所以不管你碰到什麼樣的困境 你不要看那個環境 就越過那個環境 電影演出布農族禁忌 影響女主角的一生 有青年族人看完非常感動 並認為傳統禁忌是可以 因應現代環境趨勢而改變 每個族群有他們不同的文化跟經濟 那在現在這個社會其實有很多經濟是可以破除的 就是有些事情是不一定要去做到這樣子 這個經濟是人定的 我們應該可以再回去更多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 然後也可以融合我們的信仰 然後把這樣子的傳統跟信仰發揚光大 那如果傳統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就是做協調改進這樣子 導演表示希望透過這部影片將部落最真實的面貌與問題 帶給觀眾感動與反思 台中族人也希望導演繼續透過影像紀錄 傳統文化的發展與困境 原事新聞一彎鬧台中市採訪報導